为什么特训导会加入马 特训导里都是一些现代载具 在新版本却加入了马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因应该有三个 一马变成了永久载具 特训导加入的载具都是永久载具 版本载具是不可能加入的 而马在新版本终于转正了 变成了常驻的永久载具 既然是永久载具 加入到特训导就合心合理了 毕竟可以给玩家一个练习的机会 二马加入了皮肤 马在新版本不仅变成了永久载具 还加入了新的皮肤吃兔马 既然有了新皮肤 玩家自然是希望在特训导能有它 毕竟自己花钱弄来了皮肤 当然要让其他人看到了 就好像有皮肤的载具 特训导都有一样 皮肤也是有很强的社交属性的 三为了匹配关羽和赵云皮肤 新版本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就是全新的关羽皮肤了 它是第一款真相皮肤 而关羽是三国是著名的武将 那时候是没有现代载具的 只有马 而且还会上线很多三国时的武将 所以为了匹配关羽和赵云的皮肤 在特训导是肯定要加入马的